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登场最新消息 首先我要说一个事情 我们看到的可能都不是真相,可能都是本相 尤其当你把几个事情,几个关键的节点牵连起来 你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拖一点 2019年,2018年的时候 乐哥在那个时候去做出口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状态 2019年,你如果把时间走一拉 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 那我们看2022年,整个家居的变化 我们再看威费,这个家居里有所谓的盛唐了 我们再看独立站,这也是说盛唐了 我们再看物流 我们再看最近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亚马逊开始推出叫Sell by Local Seller 就开始鼓励本土企业在本土店去卖 然后在本地自体或者本地配送 当时我记得我们有些朋友是这么说的 天呐,乌如乎乎哀哉 中国卖家要完蛋了 亚马逊开始支持本地卖家了 我们这些中国卖家 哎呀,没法过了 是吧,你看这个合规搞得我们原来 发坏钱,赚钱的都没了了 那现在呢,开始又要做本地卖家,本地配送 那怎么搞啊,我们现在出国出不了 讲到好像出国你就会做这个事情这样子 讲到好像亚马逊不做事情你就会去做本地卖这样子 讲到好像家居品类 如果没有乐哥这么一个品牌在前面冲着了 你会去做的 讲到好像你真的是像乐哥那样子 我先不评论乐哥这个企业 他的这个成长的未来怎么样啊 我们更加的说 就一个事情我挺佩服的 一个老大哥 一个做家居做了十几年的这个老大哥 他能把这个事情折腾到这个份上 本身就很了不得 那我们现在行业里这些天天都说做家居的 做家居的 本身上还是拿货卖货 拿货卖货 那包括我们刚提到本地海外商 乐哥做海外商逻辑我非常 我们大概也能理解就是 卖货它的整个成长 它是有天花板的 就是份额嘛 对吧 你无论从设计也好 品牌也好 流量也好 消息区也好 你是有天花板的 但当你从一个产品品牌商 变成了个产品品牌加服务 甚至说乐哥他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家居的平台 这个事情就没有天花板了 那对于乐哥来说 无论是老大哥还是他的整个团队 还是对于他的投资人 甚至说他用户来说 当乐哥变成一个独立的平台 一个垂直的家居家居的平台 那对他来说我买东西更方便了 因为乐哥现有的这个服务 我还是OK的 他的产品质量也是OK的 价格也是OK的 然后他又有本地配送是吧 然后售后又可以 那跟我在微费买 没什么待他区别 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就多一个购买的渠道而已 那大家看到这个逻辑是不是变得很有趣 有人说 哎呀阿米你讲这种太大了 我都我们压根没想着成为一个什么独立战的一个平台 我也不想成为一个家居版的虚印的虚印 现在给你炒烂了 包括这个我们上一条视频里讲到的全 H2O对吧 还有这个SIDER 还有等等等等 这我们不想成为一条东西 我们只想成为一个安安心心挣钱的 对吧 小日子滋润的 我一年挣个百八十万的 然后同事也很好的成长的这么一个企业 我想做利润增长 我想做盈利增长 我不想做规模增长 我不想扛那么大的风险 因为未来太多不确定的东西 那家居类 为什么说现在家居类不好搞 搞不动 逻辑其实大家都能理解 就是过度消费了 过度投资了 美国不发钱了 对吧 像我昨天 昨天跟我们在 我们家的老先生聊天 聊起这个美国的这个 聊起中国的物价 说为什么现在钱不值钱了 我说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人印了很多钱 老先生就有点不明白了 美国人印了好多钱 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在中国花钱 我说逻辑很简单 你原来中国人能有一百块钱的东西 美国人有一百块钱的钱 他把一百块钱给我们 我们把货给他 对吧 大家都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还是有 我们还是只有一百块钱的货 但美国人自己印了两百 印了三百块钱 他全部来买我们的货 那我们的货怎么办呢 我们去家去买啊 对吧 从海外买石油 买材料 买这个木材 买这个煤电 对吧 进去限电 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了 我们再卖出去 那外面引起来的通货膨胀 不就进了咱们中国了 对于中国卖家来说也一样 两边都在挤 人民币已经突破6.4了 然后美金的这个危机还是在 对于中国卖家来说